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新的冠病检测设备 大小如同烤面包机一般 可以让医疗人员在样本采集点 就地进行聚合霉链反应测试 检测冠病毒 并在大约一小时内得到检测结果 现有的这类检测需要在拿到样本后 送往实验室完成后续检测 最迟得等上几天时间才能得到结果